11月新能源电动车出现爆发式增长 投资者是否要乘坐这般新势力的快车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在燃油车时代 中国汽车行业由于技术等因素 无法跑过欧美日韩市场 从而导致国内汽车业出口利润堪忧 但2021年开始 新能源电动车的崛起 使得国内汽车行业仿佛冲上了内卷的快车道 赢得了更多市场的机会 新能源电动车逐渐发力 结合国内电机技术和动力电池领域的卓越进步 使得国内汽车出口量逐渐抢夺了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整个2021年 投资者经历了多轮疫情的反扑 汽车行业的整体市场 由于芯片晶圆和分装 以及供应链缓解先后受到疫情的影响 原材料供给不足 使得整个汽车行业的供应 也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 这也是为什么 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 能在疫情的大环境下 11月迎来了较大程度的环比增长 相比较10月份 国内新能源电动车零售销量达到37.8万辆 及零售渗透率达到了20%的大关至20.8% 虽然在10月 国内的新能源电动车行业出现过短暂的下滑趋势 但是新能源电动车作为一股 新势力的造车行业 短暂的销量波动并不是影响问题的关键 只要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和消费者 对其信心仍然失足 销量还是会重回正轨 以未来汽车举例 在11月份拿出了交付新车 1878辆 同比增长了106.6%的好成绩 这也证明了整个市场对于造车新势力的信心 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再把目光放在其他国家的造车新势力上 11月 美国也由一家新能源电动汽车企业 创下历史规模上最大的IPO之一 在2021年11月Rivian在纳斯达克上市 以发行价计算Rivian的市值高达764亿美元 在接下来几天内美国股市收盘时 Rivian的股价更是创下了市值1048亿美元 超过福特和通用汽车 市场对其高估值的态度 也清楚地证明了 投资者对于电动汽车行业的热情 以及对于新能源行业未来前景的正面预期 总之 车子作为客单价第二高的商品 仅次于房产 区别于房产只能在本土出售 汽车却可以出口至全球的特性 使得目前来看 新能源汽车依旧是国内主要的大赛道之一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